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公布禁欧令 从13号开始禁止欧洲26国的旅客入境美国 到16号更要扩及到英国跟爱尔兰公民 而这样的消息一出 让很多滞留在欧洲的国人担心回不了家 赶紧搭飞机返国 但是他们只能够经由13个指定机场返美 并且必须要接受检疫 庞大人潮就这样子挤爆机场没有办法消化 并且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没有戴上口罩的 让人担心这样的防疫措施恐怕会适得其反 还有人说他排了六个小时都还没有走出机场 现场民运沸腾 长长的人龙看不到镜头 民众摩肩接踵 彼此相隔才几公分 大部分人连口罩都没有戴 美国芝加哥欧海尔机场日前挤满大批欧洲反国旅客 全都排队等着接受检验 工作人员忙到手软 许多人排了六个小时还没能离开机场 民运沸腾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从13号起禁止欧洲26国旅客入境 16号更扩及英国跟爱尔兰 虽然美国公民不在此线 但只能经由13个指定机场回国 美人至少面临两道关卡 包含例行海关检查和一般检疫 如果有感染症状还要接受第三次检验 机场人满为患 本来没染病的人也暴露在极大风险 伊利诺州州长推文黄批总统川普 要求联邦政府赶紧加派人手 才不会防疫不成 反倒让病毒继续蔓延 周军编译 意大利疫情在攀高峰 累计超过1800例死亡病例 半日新增加的确诊数再暴增了3000例 现在总确诊人数已经有超过24000人了 当地网友现在翻开报纸一看 有长达10页都是死者的复文 也凸显出这病毒的杀伤力 而意大利公卫系统也已经来到极限了 各例出现了客难市的方舱医院 使用废弃病房还有帐篷来收治患者 天竺教教宗也现身在空无一人的梵蒂冈 要祈求上帝出手终结疫情 一天之内368人死于武汉肺炎 过去中国籍的数据 现在恐怕成了意大利的日常 就怕外界只把确诊病例当作数字 意大利网友翻开报纸 要你体会有如坟场围绕的恐怖疫情 一份报纸复文长达10页 新冠病毒让多少家庭心碎 真的成了中国翻版 被迫使用废弃病房 露天帐篷的客难市方舱医院 病奄奄的病患 相隔一公尺躺在折叠床上 忙到不分昼夜的医护人员 还要充当心理资商 放眼望去 意大利已经没有正常生活 超市前相隔一公尺的芬兰市排队 把人龙拉到看不到尽头 民众自制超大道具 和别人划清界限 就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也得和他最爱的信徒隔远远 带着少数随护 走在近空的梵蒂冈大街上 祈祷上帝快点出手 终结病毒 张力德编译 为了防疫避免群聚感染 很多宗教活动 现在都被迫取消了 但是澳洲的东正教教会 却照常举行弥撒 还进行了圣餐仪式 数百名教徒 从祭司那领圣餐 他们共用一根汤匙 而且教会也深信 共用圣杯不会传染病毒 圣餐的仪式 让不少人质疑 会不会是防疫漏洞 加剧了染疫的风险 数百名东正教教徒 一个接一个领圣餐 仔细一看 他们共用同一根汤匙 喝同一杯圣酒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肆虐 不仅让人质疑 圣餐仪式会不会是防疫漏洞 我认为他们使用 放弃的药 我认为信心 能力增加你的抗疫系统 如果你真的信心 你不会接受它 范蒂冬天主教已全面取消教会活动 不过东正教还是照常举行弥撒 让教徒领圣餐 供应一池葡萄酒 教会相信圣餐仪式 使基督的身体和血 不可能有疾病存在 而且金汤匙和葡萄酒的酒精成分 可以杀死病菌 因此宣称武汉肺炎 不会透过圣杯传染 不过澳洲的医学专家批评 这没有科学根据 而且共用一根汤匙 教徒的脱衣互相传播 感染病毒的几率也不小 目前澳洲政府下令 禁止超过500人的大型聚会 因此建议教会增加弥撒场次 控制每次的人数 在500人以下 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 南韩的新天地教会 坚持教规已造成疫情延烧 当宗教碰上病毒时 如何取舍 恐怕也是武汉肺炎 带给人类的考验 你一起编译 面对充满未知数的 武汉肺炎疫情 不少人都开始把矛头向外了 英国有一名太空生物学家 大胆推测 这一波的疫情 是来自于外太空 说是一颗去年坠入 在中国的流星 所散播出来的太空病毒 而伊朗则是 紧咬生化武器的说法 最高领袖哈敏尼认为 伊朗境内疫情失控 很有可能是敌骨 所发动的生化攻击 武汉肺炎威胁全球 英国专家大胆推测 一切都是太空病毒惹的祸 这是先前 斯里兰卡天降洪雨时 英国白金汉大学教授 威克拉马辛赫 当时的说法 今年二月受访时更提出 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 来自去年十月十一号 一颗在中国上空爆炸的流星 太空病毒顺着盛行风 向外扩散 重创北纬四十到六十度的国家 别惊讶 因为这名太空生物学家 先前也说过 一九一八年流感大流行 近几年的狂流症 小儿麻痹还有SARS疫情 都来自外太空 这次又说太空病毒降临地球 已经遭到其他流行病学家 重重打脸 面对未知的疫情 先把矛头向外的还有伊朗 最高领袖哈米尼 日前就向军方表示 新冠病毒很可能是敌国 发动的生化攻击 恐怕是暗示美国 但随着伊朗和欧美各国 冲上全球病例前十国 生化武器的说法 多少人听得进去 张立德编译 香港十五号一口气增加了 七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而其中有一名公车司机 上个月底曾经旅行团 到欧洲去玩 此外已经连续三十九天 没有新增加确诊病例的澳门 在十五号宣告破功了 这名确诊的韩国籍女子 是日前跟着葡萄牙籍男友 到葡萄牙探亲 前两天返回澳门 出现症状并且确诊 而现在香港更有工卫专家预估了 新年冬天的疫情恐怕会再爆发 而且再过个两到三年 大约会有七成的香港人感染 并且具有点毅力 而之后疫情就会慢慢的过去 香港深水部知名的南亚赌场 赌客一群又一群 有人没戴口罩 上水这边也有不少大叔大妈围成一桌打起纸牌 有人把口罩拉下 一边玩牌一边画家常 这里的长者 无论是足棋或者是赌坯 或在旁边旁观 多数人有戴口罩 但是有人间中都会拉低口罩聊天 甚至是吃烟 有部分港人开始松懈 香港一名公车司机 上个月底参加旅游团到欧洲旅游 10号返港后 开了三条路线的公车 没多久确诊 公司已彻底进行消毒 除非所有国家同时可以用围堵政策 令到这个病毒在他们的国家 是完全消息力迹 然后才可以好像沙士一样斩断 香港防疫专家警告 非洲或一些南美洲国家 不可能全面围堵 疫情就不会完全消失 不要指望解药或疫苗 可以解救众生 袁国勇认为 只要够多的民众染病 并且得到抵抗力 病毒就会慢慢消失 佛系消极的防疫观念 跟英国有几分类似 预测今年冬天还会再爆发一波 疫情的原国勇 还是希望港府能加大检测能量 以切断所有传播链 刘雍伟编辩议 优优优优独战 插入